就在张道仙准备第二次斩妖时 一旁的斩妖师却瞬间被冰封 雪妖从人群中出现 现出本体朝着张道仙而来 他甩出暴雨离花针 凌冽的寒气差点将张道仙冰封 剑撞张道仙大惊 赶忙扔出神器 以神器之威将雪妖打倒 他是雪妖 除了什么妖怪 只要敢在户都作乱 就只有一个下场 看着手下惨死 雪妖伤心不已 钟奎 该你了 文听此言 雪妖抬头看向钟奎 他想看看曾经的爱人 是否会像当初所说的话一样 对自己出手 看着倒在地上曾经的爱人 钟奎犹豫在三后并没有出手 而是跪在张道仙面前 请求其放雪妖离开 众人万万没想到 身为斩妖师的钟奎 却会为妖求情 看着钟奎这个样子 张道仙大怒 持剑欲要杀了雪妖这个祸害 不料却被钟奎挡住 就在此时 魔王带着魔界大军来营救雪妖 张道仙健壮 暂时放下对钟奎的不满 带着他迎战魔王 眼见魔界大军攻入城中 负责守卫阵妖塔的麒麟出现 与魔王交手在一起 谁能想到 神兽麒麟竟会被魔王暴揍 解决了麒麟后 魔王带人包围了张道仙二人 知道魔王厉害 张道仙不敢大意 率先出手攻击 不料却都被魔王躲避 见魔王献出真身 张道仙也不再留守 将魔扇插入钟奎心脏 随着心头血尽满魔扇 钟奎也献出黑魔怪的真身 黑魔怪 原来是钟奎 看着钟奎的样子 魔王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紧追钟奎而去 留下手下对付张道仙 你追我赶箭 二人来到了海边 钟奎健壮 一跃而下跳入水中 妄图借水底世界打败魔王 起料魔王却不给其机会 利用自己恐怖的实力击穿海底 钟奎躲闪不及下重招 直接晕了过去 魔王健壮并未下杀手 而是带着钟奎向陆地驶去 钟奎转醒抽出背上几股化成宝剑 趁魔王不被突下杀手 不察之下的魔王瞬间被其重伤 逃到陆地之上 看着魔王竟然失败 钟奎魔难以置信 钟奎 杀了他 杀了他 保护大王 见钟奎未动手 魔王转身带着钟奎魔离开 张道仙见状收起魔扇 让钟奎恢复真身 今天你竟然与敌同谋 一错再错 把神要给我杀了 听着张道仙的话 钟奎拖着重伤之躯来到镇妖塔 看着昔月爱人如今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他心痛不已 挥动宝剑砍断铁链 带着雪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为了避雨 二人来到了一处茅草屋中 此时钟奎却难受一场口渴男人 不管喝多少水都于事无补 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发出 钟奎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纹路 看着钟奎的样子 雪妖大惊 你怎么会变身 不等雪妖反应过来 钟奎突然出手 经过折磨的雪妖此时早已无一战之力 被钟奎狠狠地按倒在顶 此刻雪妖方才明白 原来当日在镇妖塔中的黑魔怪就是钟奎 就在此时西妖出现 为钟奎带来鲜汤 他告诉钟奎 张道仙一直以来给他喝的都不是鲜汤 而是黄魂汤 为的就是保证其不会魂飞扩散 再见 听着二人的话 钟奎满脸不敢相信 他不相信自己已死 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 他乔装回到户都 找到了身为神医 并且在民企多的五八同城上 找到工作的妹夫 让齐帮自己把脉 确认自己到底什么情况 看着钟奎的样子 妹夫赶忙替齐把脉 一番诊断后他震惊了 钟奎竟然没有脉搏 意味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胡说 你胡说什么呀 他怎么可能会见 他不是在这儿呢 你胡说 我是怎么抓上去吧 我又是怎么回来的 我怎么都不记得 妹夫告诉钟奎 当初他找到钟奎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可没想到没过几天 他就被张道仙救了回来 仙人就是仙人 你回来的时候又吼了一个 你在头上连个疤都没有啊 听了妹夫的话 钟奎恍然明白 原来一切都和张道仙有关 为了弄清楚一切 他喝下了西腰带来的黄魂汤 保住了自己不魂飞魄散 然后跟随雪妖来到魔界 看着钟奎出现 魔王很是高兴 他施展法术将雪妖掉起 任由钟奎如何劈砍都无法破除 他告诉钟奎 一切都是张道仙的阴谋 利用他的以死之身 替其从魔界盗取魔界之灵 忽略 忽略